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缘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越老越值钱的七个生象,晚年命带福气,都说年轻赚的钱都是纸,而老了赚的钱才是真正的钱,我们要做一个有机会赚钱,并且老了有福气花钱和攒钱的人,每个人的能力不同,所以说获得的金钱财富也就不同,但是有些人并不是年轻的时候没钱, 老了也会穷困潦倒,练星座认为在十二生肖当中,有些人是非常的有财富命,然而这个财富命,要在老年的时候才可以看出来,猪年出生的人,可以说这一生时刻,都是保持住满满的福气,好运常在,天又一生,随着年纪的增长,生肖猪的人身体不会变得太差,因为他们心态好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 不会成为一个顽固,而给子女添麻烦的长辈,而是一如既往的疼爱子孙,照顾儿女,再加上他们长望不衰的好财运傍身,老来发笔小横财业不是件难事,因此生肖猪的人,如果活到一百岁,真可以说是全家人的福气,他们会持续发光发热, 为家庭后代带来福气,生肖猪的人,可以说是生性非常的本分老实,而且绝对是脚踏实地做事的典范,并且自己的耐性非常的强,即使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,也能够默默地耕耘,生肖猪的人勇气也是非常的强大, 在中老年的后期后积勃发,所以属于大气晚成类型的生肖,尤其财运是在暮年最佳,事业运也能更好地处理,晚年比较容易实现,生肖牛的人所有愿望,成就辉煌的人生,龙年出生的人,命带祥瑞之气,身为代财相指,不只望自己,更能望家庭,望子女,是疾命之人,也许早年吃苦, 事业止步不前,但生肖龙的人,却总能怀住一股傲气扭转乾坤,改变命运,因此即便人过中年,生肖龙的人还是一样的强大,而且越老就越会赚钱,这份精神还能成为子孙后代的楷模,随着年纪的增长,生肖龙的人不再那么急躁,却是增添了不少从容,不那么渴望金钱,财运确实与日俱增, 老来报复的情况在生肖龙的人,身上屡见不鲜,年纪越大,事业就越做越大,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,生肖鼠的人,勤劳和积累并存的生肖鼠,在年轻的时候,非常懂得计划安排自己的一生,为了自己以后的好日子和生活, 生肖鼠的人一点都害怕吃苦,而且态度也是非常的稳定,不会有大起大落,所以守得住寂寞,才能经得起繁华 最后晚年的幸福生活,才能让生肖鼠享受得特别安稳,后半生会有很大的一笔积蓄,马年出生的人,命带明火长热烈,一生不屈不挠,不知疲倦,即便一把年纪,那份冲劲也是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,年纪的增长在生肖马的人身上,除了让他们丢掉急躁的坏毛病之外,没有给他们带来一点消极影响, 反而助其财运日盛,越老越富,人过中年生肖马的人,对事物拥有更为独到的见解,所以总能找到事情的关键,由浮躁之人,转变为一位睿智而成熟的智者,故此事业运将进入全盛时期,别看已经年过五十,就算是他们年过六十,也还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,为家庭代财代贵, 福泽子孙,真可谓是越老越值钱的人,生肖猴的人,进去心非常强,从来都不知道放弃是什么意思,而且自己的进去心,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削弱,并且随着越历历的增长, 这个过程也为生肖猴的人,带来了非常强大的人脉关系,所以在工作和事业上,生肖猴会越来越吃香,而且能够抓住自己,在生活当中的很多财富机会, 通过慢慢的积累,让自己的晚年生活相当的富裕,而且如果会找到一个很有自治力,或者是理财能力非常强的另一半,那么继续一定会是更加的可观, 生肖猴的人,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保护身边的人,不管是对于自己家人还是朋友,生肖猴的人总是想助付出, 哪怕自己吃亏也从来都没有怨言,所以说身边的家人和朋友,都会记住生肖猴的人好,慢慢的回馈给生肖猴的人, 这对于生肖猴的人未来的生活,可以说是顺风顺水,所以当生肖猴的人,到达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, 生活上就会越来越幸福,而且会拥有很多的财富,能够在自己的后半生, 享受生活的幸福才是最完美的事情,难无大慈大悲观时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勋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进,孝口敞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笔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一生偏财运最旺的五大圣下,人的财运分成正财和偏财, 偏财一般指意外之财,比如买彩票中奖之类,一个人如果偏财运好,中奖也不是没可能的, 下面从生肖角度为大家介绍,最有偏财运的生肖淘朴,第一名,生肖鼠, 说到直觉,没有谁比鼠鼠的人更敏锐的了,正是这种预感与直觉,抽奖,摸奖,彩票什么的,都会有奖找上它, 大奖的机会也很大,第二名,生肖猪,没什么好说,对于好运相伴一生的人来说, 中奖什么的都是时有发生,或许别人买的那期梅中,它在地上捡到了复制旧中了, 运好的整个气死人的节奏,第三名,生肖蛇,中奖除了需要运气,分析研究也是需要具备的, 这样几率才会比别人大很多,而鼠舍的人就属于走势派的,认真分析走势与情势后再下手, 往往比别人更有中奖把握,第四名,生肖马,鼠马的人容易中奖, 没有什么太大的诀窍,就是买得多,舍得花钱,往撒得广了,自然收获的几率就大, 且要么不中,不中时也意味着损失的比别人多,要么就中大奖,第五名,生肖羊, 其实属羊者自身的运气并没有那么好,也舍不得下本去冒险, 但经不起人家贵人运墙啊,往往能在贵人的指点,帮忙下儿中奖, 当然这样的中奖缘分,也容易产生纠纷,最后还得取决于人家的人品怎么样, 南无大慈大悲观时因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勋化吉,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敞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